而交流议题 红仲晨晚以审桃园地院之后 今天开击押题 预计稍后5点30分 就会决定范佐县等三名被告 是否再度交保 而红霞律师也透露了 其中一名被起诉的县兵官 郭宇龙一次转为了5点证人 我们连线主播的雅倩 来带我们了解情况 雅倩子说 好的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我们持续来带你掌握呢 就是全国相当瞩目的 红仲秋案发展到现在呢 那么自从从军检呢 移交到了桃园地方法院 来进行审理之后 就在今天召开了 第一次的鸡押亭 而早上9点20分开始呢 到现在下午4点钟呢 已经是宣告结束停讯的部分了 那么究竟呢 三名被告最后是鸡押还是交保 现在还要等到5点半才会知道 不过就在刚刚在庭上呢 最后一位呢 被接受停讯的部分 是何江中的部分 那么呢 针对于之前大家很好奇说 为什么他在交保之后 刑事坦荡 却还要再申办一张 新的义附卡呢 这部分 他今天也是有备而来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呢 交给听听的记者 倩阳来为大家报道 倩阳 好帅呀 其实刚刚在庭上呢 何江中这支义附卡的电话 在8月4号的时候 居然是由他的太太 在营外帮他申请的 所以审判长就问啦 为什么你要申请这支电话 何江中是回答 因为呢 他怕五四两旅的人 打电话给他 造成会有勾串的嫌疑 又加上哦 这个他的太太以及律师 还有连上的弟兄 必须跟他联系 他必须要一支电话 才能讲啊 他认为是这样子比较安全 才不会跟五四两旅的人 有所接触 不过其实最后 律师也提到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自清的话 是不是应该用这个 办公室里头的自动电话 反而还会有人帮你过滤 不该接到的电话啊 所以认为 他根本就是想要来串供 才会申办这一支电话 当然他在现场的时候 也拿出一张 他申请的时候的一个资料 他提供给这个审判长 来做参考 雅芊 好的 倩阳刚刚有提到 说其他真的是有备而来 那么事实上呢 最近遇步呢 姚渝问他有关于 这个徐姓政 曾经在开会的时候 那有跟他报告说 有人快退伍了 好像呢 这个讲话 其实是比较嚣张 这个部分到底何江中 有没有说过 你不关他 我就有关你 到底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呢 我们继续呢 再来询问一下倩阳有没有听到 好其实当他讲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回答非常的妙 因为他说呢 据我印象中 我没有讲过这一句话 但是就算我有讲的话 应该也只是在开玩笑 并且他还提出人证 他说徐姓政 只说他讲这一句 比较教训方式的话的时候 他人呢 其实不在这个时间地点 他人是跟他的驾驶兵 在外面的餐厅用餐 七点之后才回到营区 他提出不在场证明的人证 不过最后 他讲述完了之后又说 就算我有说的话 我也只是在开玩笑 感觉好像就是 反正你只有人证 你没有物证 先否认之后再语带保留 他都是这样 避重就心的 在回答审判长的答案的问题 好也因为他这样 避重就心的关系 那么审判长 当然今天态度呢 其实也是呢 开始加重了起来 包括呢 他有询问到这个何江中跟黄天任 在敲所谓禁闭室房间的部分 似乎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 我们继续呢 再请倩阳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倩阳 好其实他刚刚在讲 这个黄天任的部分的时候 审判长问的是说 你当时呢 跟这个黄天任在车上 在讨论这个禁闭室床位的时候 到底详细是讲了什么 你又怎么回答的 但是呢 这个何江中反而是把他怎么认识 何江中啊 两个人为什么同车 哩哩哒哒哒讲了一大堆 最后审判长是用比较严厉的口吻说 我叫你回答什么 你就针对这个问题来说就好了 其实可以看出来 这个审判长的一个态势 他的一个态度 是比这个何江中来的强势许多 另外其实大家这次很关注 另外两个法官 两个年轻的女法官 这一次哦 在不管在训问啊 还是说在提问的时候 通通都有审判长一个人 一个人来主答 另外两个年轻的这个法官 都是很认真的在做笔记 以及在看书记官 竹字善打的一个电脑的一个过程 雅芊 好 谢谢其他人的分析哦 那么其实在这里 我也首次观察到了 就是首次现身的这一名 林姓忠孝医官 也就是林维安呢 他也是以正人身份呢 那么事实上呢 他之前曾经在PTT上呢 表示说他有呢 很详细的看到 包括了洪仲丘倒地的过程 那么同时呢 他也有参与整个呢 送医急救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尤其他有特别提到说呢 关于他有看到关键录影带的部分 那么这部分其实 洪姐姐洪慈庸 他也是非常好奇 他也想要知道真相 那么就在呢 等待哦 最后三名被告结果的同时呢 洪慈庸刚刚也做出了一个最新的回应 我们先来听听 洪姐姐这段访问 这三位被告其实在一些问答上面 还是有所出入 对 所以有一些东西交代的 还是不是非常清楚 那也都不一致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说 他们可能 就是之前应该有做过一些 串供的一个行为 导致说今天 他们说法不一致的一个状况 两个女法官在上面 你有什么感受 很担心说 他们可能没有当过兵 不太了解军中生态 哦 这之前我已经说过 其实我并不担心 女生对这一块不了解 我想相信说 他们只要用心 一定会了解的 对 好事实上现在洪家人 都还在等待答案当中 那么预计呢 稍后五点半呢 就是正式的一个结果 才会出炉 究竟这三名被告是 积压还是交保 我们稍后也会随时 来带您了解 主播